好 宣文接下來就是要投入黨內的初選 讓我們記得說去年9月份就是馬王政爭的時候 王院長被撤銷黨籍的時候 宣文那時候有說用大明王朝來評論現在的主政者 那接下來你要投入選戰了 如何爭取馬主席的支持 或者是說修補和他之間的關係 我想馬主席之前已經曾經有公開的宣示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一個黨內的初選 他們個人一定是保持中立 那麼我認為這樣做也是對的 因為除了我之外其實還有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這些算是我們好兄弟的朋友 要一起來爭取為民眾服務的機會 所以從一個黨主席的立場來講 他本來就應該保持中立 那麼我覺得這一點是黨主席的職責 我也認同馬主席這樣的說法 那麼我覺得他做法上來講 也是真的沒有說前面說到後面說到 我覺得這一點我是非常肯定 那麼如果我有信 通過黨內初選的話 那麼如果各位希望能夠看到我 跟這個馬主席能夠同台 一起來努力的話 那拜託大家幫我多造勢 多拉拉票 我一定要先過初選 我才要怎麼有這一關呢 對不對 我沒有過這一關 我沒有出過初選 我如何能夠給大家看到這張畫面呢 是不是 那拜託大家共襄盛舉 好不好 謝謝 民視 小哥你好 你好你好 就是啊你剛才說說你參選完才是 全部參選後是檢驗的開始喔 那因為你還沒全部參選前其實很多戰略節目就針對你年加在兩岸的投資 包括你個人在香港那甚至有名嘴說 那麼除了我一個是中華民國國際外其他全部是外國人 那麼我認為我們所作所為所有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合乎法律的規定 那麼我們做的任何的這種工作過去我們工作上任何的這個計畫 也都是透過律師的架構跟律師的指導我們才會去做的 那換句話說不管我個人的這個過去的工作的資歷還有是說這個我們公司工作的資歷我相信我們都是合法的 那麼如果各位認為有什麼不能不滿意的地方那我歡迎各位能夠拿出實際的證據 因為各位我沒有辦法對我沒有做過事情來變白 你說我真的沒有做過事情一定要我去變白那這種莫屈有罪名這個抹黑的我沒有辦法變白 那麼如果各位認為說我們有什麼實際真的做的東西是不合乎 那我或我的工作或是我公司的工作是不合乎中華民國法律的 那請各位拿出具體的證據來跟我們講 那我們很歡迎大家來互相的討論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日後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各位如果我方選台北市長我就不可能再做生意了 我不可能一邊管市政一邊再繼續賺錢 是不是我勢必必須退出我所有我過去一手辛苦經營 花了我十年的功夫所建立的事業我沒有辦法這是我的選擇 這是我心甘情願的選擇我為了要爭取這樣為民眾服務的機會 我選擇放棄我的事業那這是一個必須的抉擇 痛苦困難但是我必須做的抉擇 那麼既然我必須退出我的事業經營如果當選台北市長 那麼未來我想我們不會再去參與我個人來講也不可能再去參與公司經營 那麼有關我個人的不管是財產什麼部分 就完全按照法律規定處理 我想中央民眾法律這方面是有蠻詳盡的規定 我們就按照這個處理好不好謝謝大家 那聯合報 那你之前在離開優卡公司的時候你有說過一句話就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工作值得用生命去換 那現在聖文哥您現在決定全部參選市長 那對於自己的這個身體健康或是說人身安全 自己有沒有什麼固定或是現在已經有一些想法 那最後另外請教一個就是說大家都很關心 太太蔡依三在過程中間會不會幫您站台助選 那現在她有表達這個意願 或是說未來有機會看到蔡依三幫聖文哥助選 謝謝 我想我剛剛在跟各位報告的時候我跟妳講 過去的這幾年當中我經歷了許多人生的苦難 那也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刻 那麼應該這樣講吧就是說如果不是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這樣子的去思考 包括在座很多前輩給我們鼓勵 還有很多我們不認識的人給我們鼓勵 走在街頭上許多我們不認識的人給我們許許多多的這種掌聲跟這種鼓勵 說真的我可能不會有勇氣今天來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呢過去的這些經歷是真的太慘痛了 所以在我們做的這件事的決定的時候的過程呢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也來自於我的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直認為 我一直在問自己 為什麼上帝把我留在這個世界上 那麼只是我思考了很久了 我認為呢 其實也許我的 也許把我留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大概就是希望我能夠多去幫助一些人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多去幫助一些這個社會上真正的苦難的人 這些在底層掙扎的人 我想這應該是上帝把我留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講的他的calling 他的目的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內心非常大的一股力量 那麼至於你說 安全的問題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這對我來講都是一個問題 就從來也不可能會改變 這也不可能會改變 那我們只能說 想辦法去增強自己的這種出入的安全的措施 可能在未來選舉當中的時候 也會多麻煩一些朋友來 就是說保障我們的一些平常的安全 我想我們能夠做到也只有如此而已 因為畢竟我想這個很多事情意外的事情 也不是我們能夠預測到的 那麼至於您說我太太 剛剛我們這位朋友也提到我太太 不好意思忘了回答 我想我太太他永遠不會同意我出來參選 這沒有辦法的事情 不管是今年還是十年後 那我想我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盡量讓這個參選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干擾到他的生活 不要去影響到他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的計劃 要把他納入這個選戰 變成這個選舉的一部分 那我個人也不會去強迫我的太太 一定要幫我來站在街上掃街或拜票 我想這個完全是 我個人是比較 這方面我是屬於比較開放比較自由的心態 我不會真的要求我其實一定要配合我 這一點 這一點 我想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宣布 那麼他的這個生活 我想還是一樣的 那個我們我們我們我個人尊重他的一切 好不好 謝謝 最後兩個問題好不好 東森是不是 凱翔 你好我是東森凱翔 凱翔 因為剛剛你提到的說明說 這個進行的主軸是這個西區復興 然後要這個雙和發展 那我們知道畢竟那個圓環還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歷史的意義 那過去十幾年來說 其實在台北市政方面 圓環一直是一個藍綠對決的一個戰場 就是很多綠營的朋友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馬市長過去沒有處理好的一個政策 然後這個好市長任內在復興這方面 活絡方面好像也做得不甚好 那你選在這邊 畢竟還是有一些會被操作的空間 那你自己特別選這邊 你提到說除了西區發展之外 是不是也有準備好面臨這方面的質疑 或是你其實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想要表達 對我想凱翔這個問題 讓我們繼續再補充一下 圓環這一個部分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未來不管是透過捷運的通車 還有很多包括市政府的URS 這樣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古蹟改造再生利用 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來把這個塑造一個附近當地一個特殊的台北圓環 這樣的文化氛圍之外 那當然我們今天 台北是我們那個商業部 我們這個黃局長這邊 還有坦發局的黃局長這邊 他們有一連串的這些 促進這邊商業發展的活動 包括大道成的許許多多這些活動 但是我認為 這樣子的多管旗下的做法 的確可以在某些程度方面改善 我改變 我們這個圓環地區 這一代的商業的這個氣息 跟它商業的活動的發展的熱度 但是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單點的突破 一個點的突破 並沒有辦法造成整個面的翻轉 我們剛剛講到軸線翻轉 一個點的突破當然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至少他該把這附近的這個區域 重新再把它活絡起來 那這也是很多住在附近居民的心願 我有幾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來 就住在這個前面這個 這個我們那個那個大道成那個 那條老街上面 那其中有好幾個朋友也給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議 想說將來要怎麼做這個事情 不過我還是一點 我們一定必須要在這個面上面 就是中山北州西區這個面上面 去點一個火種起來 這火種點起來 這火這樣燒出去 才有辦法整個把這個 我們講一邊興盛一邊莫落的局勢給它轉過來 那當然這個東西很抱歉 我要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凱翔他很會套我的話 我再講下去的話 我就等於把我這個一個 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政見就全部講出來了 那我想還是讓我 還是讓我賣個關子 我們當然見到面真的是大眼 但小眼不知道說什麼 好不好 我想拜託大家給我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這個賣關子的空間 好不好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日本共同通信社疏離 我們還有日本的朋友 那我講中文 抱歉 日本共同社疏離 先問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日本的東京都在這個月也舉行了知識的選舉 那在他們的選舉議題當中有兩個蠻受重視的 就是核電跟少子化 那這兩個議題台灣也非常的關心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對這兩個重要議題的基本看法 謝謝 我想這個核電的問題我們簡單講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 這個是我們最精準的答案 因為這個東西呢 其實還是需要中央有許多政策來推動 來讓這個民眾來覺得安心 那可能這樣還有許多公投這樣的一個措施 才能夠決定 那我基本上主張就是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四 第二點有關少子化這個問題 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實際狀況來講先不講政策 生小孩以養小孩來講是相對要簡單一點的事情 生小孩其實沒有那麼的困難 但養小孩的確是比較困難的 我看我們這邊有一個議員我看他睡 我一個好朋友他很辛苦 白天要幫這個幫選民服務什麼 然後晚上還要照顧小孩 我看每天都很累我面笑好了 其實其實不是議員啦 這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就是說 你怎麼樣能夠幫父母親營造一個 他願意生小孩養小孩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非常環境 因為很多朋友告訴我們說 其實其實生小孩如果生一個 很多人可能他媽媽就要留下來在家裡照顧小孩 沒辦法去上班 很多這種狀況 我們有朋友是說 我們這個家裡面有老人要小孩要照顧 同時會分身乏術 就是說我們如果希望大家多生小孩 把出生率給提高的話 我們勢必就去營造一個相對於 讓年輕的爸爸媽媽 聽說明是新手爸媽 能夠比較好的一個環境去 賦養他的小孩 賦養他的子女 減輕他的壓力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一些具體的想法 那麼我將來還是會一一的 來跟大家報告這個具體政見的內容 好不好 謝謝 好的 以上就目前你看到 連勝文針對他宣布要參選台北市長 將到記者會的自清現場 更多焦點